地藏经销业障的特殊性 作者 福安谷观音阁 人在业障现前时 通常有个共同的表现 那就是坐不住 焦虑 急躁 比如说 大家去看 有人生病了 看到检查报告 他就会焦虑 或者夫妻两人要吵架 心中就有一股无名火 这就是要发狂 发狂的结果 就是容易出事 如果有觉知 应该赶紧念南无大愿地藏菩萨摩赫萨 或者赶紧去念地藏经 你会很稳重 你就不会做出错误的举动 我们都知道发火不对 骂人不对 但为什么会控制不住 佛教说 叫做业障 人的错误行为 都是失礼之后才产生的 这时你念地藏圣号 是最好的 地藏经 和地藏圣号 有一个和其他菩萨的不同点 那就是它能让人很稳重 不是说其他名号不行 而是说地藏两个字 就有这个特质 让人稳定下来 大家去慢慢体会 真正修地藏法门的人 做事情很实在 九华山上修行人就有这个特质 人在爆发情绪时 就是体内阴暗 阴气在爆发了 如果你能念地藏圣号 就可以把怨气消除 你看武侠电视 两人在打架时 那个能静下来的人 往往会赢 而那个一直抓狂的人 往往会输掉 不要小看这个稳的作用 人在天地间 要处理好三种关系 人和人 人和自然 人和鬼神 这三种关系 只要有一种默有处理人 人就有业障 比如说鬼神是怎么产生 是人本来内心有阴暗时 有污点时 那鬼神就可以起作用了 因为你有漏洞吗 那他甚至会影响到人的情绪 甚至行为 以前有个人杀了一条蛇后 后来他走到那个地方 竟然另一个人 和他无冤无仇 但用贬单把他打死了 打他的那个人 自己也莫名其妙 这里面 就是人的行为受到阴暗磁场的控制 确切地说 这里面有个的欲 地藏经讲到家宅不安 眷属分散 这个家宅不仅是世间的家庭 而是人的身心不安 人的身心都好比家 他不安宁 做事情莫有定 这就是家宅不安 有人学佛久了 就想住神通 或者想赚大钱 或者想闭关 开悟 想马上成佛 这都属于家宅不安的类型 人在家宅不安时 身心就很痛苦 甚至会扭曲 那么这时应该念地藏经 他能把身心阴暗的磁场给消除掉 人的色身和心是互相影响的 而凡夫往往更容易受到色身作用的影响 色身是个小宇宙 那色身中也有佛国 有天堂 自然有地狱恶鬼 也有旁生 比如说色身内有虫子 细菌 这就属于旁生 那这里面只有有地狱的磁场 它很容易时刻被激发起来 比如说某人很排斥某样东西 排斥小偷 因为小偷曾经偷过他东西 只要他一碰到小偷 就会恨得咬牙切齿 这里面 说实话还是地狱 人的内心只有有阴暗 有排斥 这里面就有地狱 有地狱 就希望的藏菩萨来救命 真的修行人 对社会的阴暗面 人性的阴暗习气 应该要很明了 但同时又要包容它 去化解它 这时内心才莫有地狱 也就没有痛苦 人不能痛恨某些东西 痛恨其实是内心的扭曲 这也是地狱的一种 也应该多念地藏经 你看社会上对某些事物的评论 都是义愤填膺 感觉自己是真理的把控者 这个都是不对的 这也需要念的藏经 http冒号 斜杠斜杠blog.cna.com.cn 斜杠S斜杠blog 下滑线74C343100102 VC5R.html 免费供请地藏经 表情符号 伤心 和玉50K精装注音板 https冒号 斜杠斜杠3w.ruden.com.tw 斜杠item 斜杠 羞问号 2130910774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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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